第304集 第五出征 铁补天却不知道 楚洋固然受了伤 但他的进度 却还要比铁补天的猜测快了很多 因为这一路上 楚洋几乎就是一种直线的方式穿插过来 没有任何迂回绕路 若是从地图上标出楚洋前行的路线 定然会惊讶的发现 楚洋的路线 竟然就是从中州到铁云 笔直的一条直线 没有任何弯曲 就算是让一流的地理学家看到 也会觉得无限的匪夷所思 此刻他已经挣扎着 进入了接近天外楼的所在 但就是在这里 楚洋也遭遇了 自己从中州逃出来之后 最大的生死危机 铁补天山顶站立的时候 楚洋也正在陷入最艰苦的一次突围之中 这次局势的凶险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楚洋一路冲沙 不断的受埋伏 不断用诡计 不断的耍阴谋 不断的甩手段 终于成功的在数次战斗之后 突进了天外楼山脉 天外楼山脉 众所周知 这实在是大赵与铁云交汇之处的紧要所在 只要楚洋越过这片山脉 就能进入铁云领土 到那时 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渝越 金马骑士堂就再也奈何不得他 所以 金马骑士堂经由景梦魂召集的高手们 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漫山遍野 几乎有数千人 个个都是高手 有些隐藏在暗处 早就不止向埋伏 还有些就等候在各个要点 或者守候在高处 或明或暗 将楚言王往绝处赶 景梦魂一路之上号召的金马骑士堂 追赶楚言王的高手 也超过了千人大观 楚洋几乎是遍体鳞伤的闯进天外楼 九封一元的范围 毫不夸张的说 在他见到这熟悉的山脉的时候 楚洋几乎就要松掉心中那口气 软软的倒下来 幸好他还是坚持住了 因为现在的天外楼九封一元 已经是个空壳子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地方距离铁补天遥遥相望的地方 不过只有四五百里 但这四五百里 却隔断了双方的所有联系 楚洋以为铁补天还在京城 根本不知道铁补天已经到了前线 而铁补天以为楚洋依然在数千里之外 也根本想不到 楚洋已经到了这么近的地方 若是铁补天知道 恐怕他会马上进起大军五十万前来迎接 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也要将楚洋完完全全的接回去 可惜他不知道 楚洋双眼几乎模糊的进入了天外楼 已经是精疲力切 在很遥远的地方 大照官道之上 惊奇烈烈铺天盖地 几乎遮蔽了阳光 数十万大军唯一而行 便如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慢慢地游动着的一条巨龙 在队伍的正中间 一辆明黄色充满富贵奢华气息的马车 四周挂着简单的帘子 行走在队伍中间 这辆马车 似乎就集中了人们所有的目光 似乎这辆马车的缓缓行进 与别的马车相比 也充满了从容不迫的悠悠风度 第五轻柔斜斜地靠在马车上的坐垫子上 脸上带着温絮的成竹载胸的微笑 淡淡地看着大陆两边欢送的人群 目光如同夹杂着冰雪 冷静锐利 大陆两边 官员们长衣倒地 恭送第五相爷出征 民众夹道欢送声势浩大 但是这样也让大军的行军速度更加缓慢 第五轻柔表情温絮 但心中其实很是不耐 在中州声势浩大的出征仪式 就已经让他心中不喜 这样的家道欢送子弟兵出征 更是让他厌烦 尤其是此地已经到了三千里之外 居然还有官员为了拍马屁发动民众来欢送 这更让第五轻柔心中不耐 但是他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虽然只是形势 却也是必须的 也是调动民众万众一新的方式 将来捷报传来 或者是需要民众出力的时候 今日的这番仪式所暗藏的力量 就会显露出来 那将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 就算一国之君 也不能否认这样的民心力量 所以他只能接受 而且还要摆出自己最好的姿态 大军一路缓缓前行 速度并不快 第五轻柔坐在四面通风的马车上 文雅的面貌 沉着的微笑 睿智的目光 自信的笑容 这一切 让每一个第一次见到第五项爷的人 都大为倾倒 也唯有这样的人物 才能够战胜铁云横扫天下 建立大兆万事不拔的基业 但第五轻柔的思绪 却已经飘到了很远之外 他想起了 他收到景梦魂和王腾龙 分别传来的消息的时候 那种恨铁不成钢 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景梦魂有力量 九品王座 在这下三天可以说是巅峰实力 但却是脑袋有些死板 以往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景梦魂处理起来 也是游阵游余 但这次 在追击楚颜王这件事上 却充分体现出景梦魂能力的局限性 他纵然是九品王座 但始终是个江湖人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己看作一个朝廷官员 也没有将自己融进到大兆的体制之中 始终游离在外 所以纵然是九品王座 但他一生的最高成就 也就仅仅止于掌握金马骑士堂 而且 自从没有了其他三位王座协助之后 能力就开始捉襟见肘 捉拿楚颜王这件事 若是真的全部动作起来 又怎么会让楚颜王逃到数千里之外 举国力量对付楚颜王一个人 却让对方逃了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但第五轻柔对此并没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 无论自己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计谋再好 也需要实施的人得力才行 井梦魂明显不得力 那就不必说了 抓到楚颜王自然是好 就算抓不到 我第五轻柔在战场之上 正面击败楚颜王也是一样 那对我来说将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王腾龙 对这位十大龙虎将军之一的腾龙将军 第五轻柔更加无语了 在看到王腾龙的军报之后 第五轻柔更是长叹一声 半赏没说话 王腾龙的军报说得很客观 也没有给金马骑士堂告状 只是将事实简单的描述一下 其中或者夹杂有少许怒气 但稍不注意就能忽略 但第五轻柔生气 却不是因为这件事 对王腾龙他只是回了一封书信 就疲倦的闭上眼睛 再也不想听到这件事的消息 此战失利 心中有怨对 无可厚非 然究其原因 在彼也 亦或再如 竟获得去晚一步 然如就无半点错处 如乃知病之人 岂不闻张弛有度 一万大军分批十之可否 定要一锅烹之 才可下咽也 因此而失利 何其惋惜 如之物顿 何言彼也 一方笑话有可 双方皆然 其乃千古笑谈 秀也 不提 除阎王逃了 怪你还是怪他 井梦魂去晚了 情有可原 可你的愚蠢就不可原谅了吗 一万大军非得同时吃饭 双方同时犯错 真是千古笑谈 你们还有脸 在我面前说来说去 说个鸟 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 听说 王滕龙在接到这封信之后 居然是又羞又骚 被击得当场吐出一口鲜血 但是他再吐血 也比不上第五情柔心里的郁闷 千载难逢的机会 前有堵截 后有追丁 前后的力量 都是楚阎王力量的数百倍 甚至上千倍 而且是正面对上 这么好的抓住 楚阎王的机会 居然被这么浪费了 而且浪费之后 双方还在互相推背 互相指责 对方的不对 若不是第五情柔涵养实在太好 几乎忍不住就要骂上一声 摧尾你骂个头啊 你们两个混蛋 一个王八 另一个就是鞭 愚蠢的地步 就是袭上地下 再唧唧歪歪的 老子通通让你们进宫 当然 以第五情柔的修养 是永远不会骂出这段话的 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中就不这么想 实际上 他真的很想将这两个人捉过来 一起掐死 他骂他 第五情柔眯了眼睛 心里骂道 大队人马缓慢而行 第五情柔也将四面的维曼放下来 闭目养神 他的思绪已经到了万里之外的战场 铁龙城 老对手 我第五情柔来了 但这次却不会跟你玩什么游戏了 我要一举打垮你 击溃你 铁捕天 我会将你这个新登基的皇帝直接拉下来 变成俘虏或者尸体 让你知道 这人间的帝王之位不是这么好做的 楚颜王 如若你不死 我第五情柔盼望着与你在战场相见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让你知道 无论才智武功 你都要比我差得很远 这天下 终将在我手中颤抖 统一 第五情柔的身子随着马车上下起伏摇晃 眉宇间的森然之气 让整个马车的周围在这炎热的夏季 却油然升起一阵凉嗖嗖的意思 楚颜疾风一般闯进天外楼 几乎在第一时间 他超强的灵爵就察觉到 这片看似安静的庞大山林 到处都充满了令人心悸的危险气息 这种危险气息 让楚颜在第一时间 就将自己即将放松的心神 再度高度集中起来 虽然已经疲倦得要死 但是他却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 这段时间的追逐 楚颜身上的外伤又增添了几十处 最重的一次 几乎将他的腿砍了下来 但他生生的拖着逃出重围 而且极力避免自己内腹再受严重震荡 内脏逐渐的恢复正常 身上散发的兰花香味 也终于慢慢的开始消散 减弱 虽然还有淡淡的气息 却已经无关紧要 要不然 这一路越来越是惊险 恐怕他早就已经失手被禁 关于兰花香味 竟然在激烈的追逐战中 逐渐变弱这件事 景梦魂也百思不得其解 如此密集的追击 他连调息的时间都没有 怎么会让内脏的伤势 竟然恢复起来 应该是越来越严重才对啊 极力的调整呼吸 楚阳的身子 一动不动的 趴在一片稀疏的草丛里 只用几棵树 掩饰着自己的身形 此时此地 必须要反击道而行之 一切都要敌人出其不意 才能勉强的有一线生计 此刻的楚阳 任何一点疏漏 都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虽然追兵几乎就追着 自己的屁股后面 随时都能发现自己 但是 楚阳还是临时的选择了一片 太容易被发现的草丛 这里地势很平坦 本来很容易被发现 但是 金马骑士堂的人都知道 楚阳王诡计多端 人人都是瞪大眼睛 看着山林之间那些幽暗角落 那些奇风怪石 那些林木茂密之处 对这些很平常的地方 反而没有人注意 人的心里往往就是这样 这也就造就了楚阳的一线生计 第30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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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